《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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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小的时候 已经开始学书法的 还有大学的时候 我专门学过书法的 1996年第一次来北京 我一直搞韩语史 从古代到现在的演变 我一直搞的 特别是我搞的是近代的 近代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16世纪以后 就是西方的全教师 他们开始交流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很大的一个现象 产生了很多 新的概念的词汇 比如说科学 或者文化 《文化》 《经济》 《经济》 本来的意思 不是Economy的意思 西学东建和跟日本的交流 产生的 就是新的意思 大概你们都知道 《长期的游戏》 本来不是正确的英语 《长期的游戏》 好久不见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英语 已经不变了 特别是上海 当时有一种语言 叫做《杨金班英语》 现在的沿洋东路那边 已经有一条河 现在已经没有河 但是以前 那个租界和中国人住的地方 分开 结果在杨金班 但是他们在杨金班附近 他们交易的 跟欧美人谈话 《长期的游戏》 就这样说的 后来他们也有这样的 比方说 现在意大利人也经常说 秦情 汉语的秦情 他们意大利语里面已经有秦 秦 其他的欧美国家也都可以用秦情 只有语言的 研究语言的话 不够的 应该要考虑 语言的背景 文化 历史 思维 方式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的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 就是文化的问题 就是翻译 是 翻译语言的问题 翻译文化的问题 这很重要的 所以文化教授学 也是按照这个 我们这个予现的 我们这个借账 我们这个借账 我们的借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